今天要讲的是康熙一赵第三集 在讲之前呢就跟大家唠叨两句 因为最近我发现在任何一段关曲中 人与人都是渐情渐远的 所以不论你现在多大年纪 如果有能一直陪伴你到现在的人 一定要珍惜 想法不多进入正题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 自古以来拿得天下的正当程度来说 没有比得上我朝的了 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 长兵籍京城 朱大臣咸云当取 太宗皇帝曰明与我朝素非和好 今欲取之甚矣 但念惜中国之主不仁取也 明太祖就是爱心觉罗诺尔哈赤 明太宗呢就是皇太极 当他们兵临城下的时候 所有的大臣都说应该把天下取过来 太宗皇帝曰就是皇太极说 明朝啊跟我朝从来都不是盟友 想拿他很容易 但是念及他是中国之主 我不忍心拿呀 这个中国之主我查过 但是没有查到确切的事已 只能大概理解为当时的明朝 是居于中间位置的主国 像女真啊 这些都是周围的附属小国 这个意思不一定对 如果有研究历史的朋友 可以帮忙解释一下 后留贼李自成攻破京城 崇祯自义 臣民相帅来迎 乃解灭闯寇入城大统 稽查典礼安葬崇祯 崇祯自义指的是崇祯把自己 吊死在了景山 也俗称眉山的外拨树上 但是崇祯并不是自己死的 他在自义之前呢 命令自己的皇后和好几位妃子 先自杀了 自己呢又杀死了自己的好几个闺女 还有身边的很多人 最后臣死一番 才吊死在外拨树上 这意思就是说呢 后来留贼李自成攻破了京城 崇祯把自己吊死在外拨树上 大臣和老百姓们都出来迎接皇太极 他们这才剿灭了李自成的那只贼寇 名正言顺的拿到了皇位 之后翻阅典章礼仪 安葬崇祯皇帝 七汉高祖系四水亭长 明太祖亦皇爵四僧 项羽起兵攻勤 而天下族归于汉 元末陈有亮等风起 而天下族归于明 汉高祖就是刘邦啊 明太祖就是朱元璋 总而言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在每个朝代的末期 总会有一些人起来作乱 而另一群人过来把这个乱平了 之后 平乱的这些人 就能够名正言顺的得到天下 我朝成习先烈 应天顺人 服有屈宇 以此见乱臣贼子 无非为真主屈除也 我朝顺应的是先人的传统 安抚百姓 拥有天下 可见每个朝代的乱臣贼子 都是被这个天下 真正的主人屈除的 凡帝王自有天命 应享受考者 不能使之不享受考 应享太平者 不能使之不享太平 朕自幼读书于古今 道理粗能通晓 有年力圣时 能弯十五立功 发十三我剑 用兵临容之势 皆所优为 帝王命天注定 应该长寿的人 不可能不让他长寿 应该享受太平生活的人 不可能让他不太平 我从小就读一些古今的著作 多少呢 懂点道理 而且年轻的时候 力气也比较大 能够拉开十五立的功 一次呢 能射十三把剑 所有关于治军用兵的事 我干起来绰绰有余 关于十五立功 清代的功能 为六等 从六等到一等 是从一立到十八立 数字越大 他的拉开功所需要的力气 就越大 也就是康熙从侧面 夸自己力气很大 而且呢 这个一握剑 我们大概理解为 是一把剑 清代的一把剑 是多少只呢 十只 也就是说 康熙年轻力胜的时候 一次能射一百三十只金 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字 如果有精通历史的朋友 可以确认或者纠正一下 以上就是康熙照第三集的内容 最后一集会马上更新 热爱传统文化 我是年华白泽 如果您喜欢传统文化 请您关注我吧